B社打磨8年的大作《星空》终于发售了 这个游戏的期待值可以说是非常高 但是目前的口碑好像有点微妙 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犹豫要不要入手呢? 不过我们今天不是来聊游戏内容的 而是来测试它的性能表现的 毫不客气地说 星空的优化水平可以算是我今年测过的游戏里最糟糕的了 颇有一种2077在线的味道 那么究竟是什么配置的笔记本才能畅玩星空呢? 这次我们找来了7台电脑进行测试 连夜曝光视频不容易 希望大家喜欢 先来看一下测试机型的配置 因为官方给出的最低配置都要台式机的1070Ti和6800K 所以说游戏本这里我们最低就选了一个97510H加上2060的组合 同时带上了一台小新Pro16锐龙版 看看核显轻貌本的表现如何 网上则是3060、4060的Intel和AMD游戏本 这是近三年的主流配置 最后还有一台代表高端的游戏本 《枪神7超进版》 在进入测试前先给大家省个流啊 想要在1080P分辨率下 以低画质相对流畅地运行这个游戏 2060这个级别的显卡 以及Intel9代6核以上的CPU基本是底线 大概就是GP75这个配置 再低的话几乎跑不动 至于其他配置的表现如何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进入游戏首先不得不提的就是它的渲染分辨率 这个游戏目前官方不支持DLSS 默认开启FSR 最高画质档位下渲染分辨率是75% 高画质是62% 中和低画质都是50% 这个预设渲染倍率 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 0.75倍加FSR还好 2K分辨率下和原生区别不大 1080P下稍微有些模糊 而更低的倍率基本就属于不能用的级别了 所以在后面的测试中 如果没有说明我们都统一采用0.75倍加FSR的设置 这个时候就有小伙伴人问了 我有4090 显卡强力很 能不能不开FSR直接跑原生分辨率呢? 诶 我告诉你啊 还真不行 因为这个游戏没有抗锯齿选项 如果你不开FSR 在2K分辨率下画面也会有不少锯齿 看起来很难受 所以说这个游戏的最高画质就是预设最高 加100%渲染加FSR 而且这个100%渲染是需要你去手动拉的 另外 民间大神制作的DRSSMOD我们也尝试了一下 DRSS2无论性能还是画面表现都要比FSR略好一些 尤其是运动的物体不容易出现围影 如果再打开DRSS3的真身层 那还可以再提升30%左右 同时大幅度缓解CPU的瓶颈 不过目前第三方的DRSS用起来会偶尔出现闪退 还是希望官方能够尽快适配一下吧 然后介绍一下测试路线 我们尝试了很多个场景 在室内的压力是最小的 以这台i9-4080的《枪神7》为例 2K最高画质 室内可以跑到80-100帧 即便是激烈的战斗下调增也不多 宇宙航行场景其次 视野里有其他飞船的时候大概70-80帧的样子 城市里的压力则是更高 人流密集的时候只有60帧出头 最后负载最大的场景应该就是森林内了 4080竟然连稳住50帧都困难啊 你敢信吗 我们综合考虑了一下 决定把新亚特莱蒂斯城作为测试地图 测试时先穿过一片人口较少的空地 然后进入繁华的街区 前半段为中低负载 后半段为高负载 综合下来压力水平适中 本来我还想聊一下画质选项的 结果实际测下来发现 这个游戏最低和最高画质的区别都不太明显 所以说我建议高配玩家可以直接拉满 主流玩家就用低或者中画质 然后把渲染倍率调高就行 如果实在是想手动优化一下 那阴影质量、体积照明、环境光遮蔽 这三项属于性能需求高 对画面观感影响又不大的 可以酌情调低 从预设档位调到最低 最高预设下遵数大约能提升30% 中画质下大约能提升13% 还是可以感知的 好啦 啰嗦了这么多 我们终于可以开始今天的新机旅行啦 首先上场的是小新Pro16锐龙版 它搭载了几乎是目前最强的780M集显 实测在1080P分辨率低滑之下平均35.6帧 最低28帧 这也勉强算是能玩吧 毕竟主机端也只有30帧嘛 当然要想玩的舒服是不可能的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核显本都能有这样的帧数 首先你得有780M或者680M这种高性能的极限 然后内存频率还不能太低 最后你的笔记本需要有60W级别的性能释放 不然CPU跟极限互相抢功耗 帧数也高不了 而这对于大多数13、14英寸的轻薄本来说有些太难了 极限本不太能玩 那我们提高一档带独显的老游戏本呢? 这次我们找来了一台9代i7加2060的微星GP75 类似的配置应该保有量还很多啊 它的帧数比核显本高了不少 1080P低画质平均可以跑到49帧 最低38帧 虽然还是不够高 但是在一些压力较小的场景里可以维持在60帧 这么说来 前些年那些90代iU加2080的旗舰本应该可以流畅运行了? 那还真不一定啊 因为星空是一个CPU瓶颈比较明显的游戏 我们试了一下720P加上0.5倍渲染 尽管显卡压力已经大幅度降低 它还是只能跑到平均60帧 而且中间出现了多次大幅度的波动情况 也就是说对于i7-9750H 560帧就是它的极限了 想让它最低帧也稳在60以上 那CPU至少还得再升一代 甚至两代 目前看来能救它的只有DLSS3的补帧 可惜只有40系显卡能用 老机器是指望不上了 好了 我们再来试一下12代i7加上3060的暗影骑士琴 这也是过去两年游戏本中的主流配置 1080P中画质 这台电脑可以跑到平均54.5帧 最低38帧 低帧数都出现在了人流密集的场景 还是可以玩的 这里我们也挑战了一下2K 中画质下平均47帧 低画质52帧 帧数略低 但是画面精细度会好上不少 3060的游戏本 我觉得应该算得上是能玩2K的入门级配置了 室内或者空旷的地方还是比较流畅的 下面就要轮到我们最新的4060游戏本了 先来看一下今年爆火的极光Pro 4060的性能对于1080P分辨率来说足够用了 即便是中等画质也能跑到平均71帧 最低帧也有55 基本能够保持流畅了 2K分辨率下则是能跑到平均55帧 稍微适应一下也能玩 另外我们还测试了一下同样显卡下 Intel和AMD CPU的差异 从结果来看最强的还是i7-12650H R7-7840H只是稍逊一筹 而Zen3 Plus架构的R7-7735H落后稍多 主要是因为最低帧明显差了一些 不过总的来说 三个CPU的表现和它们的理论性能接近 星空并不是一个典型的AK游戏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年的高端游戏本 能不能征服星空 这台《枪神7》的CPU是拉满的 显卡则是4080 应该算上市次旗舰吧 我们直接来挑战2K最高画质 在默认0.75倍渲染下 平均71帧确实够流畅了 但是你这个性能需求也太高了点吧 如果把渲染倍率拉高到100% 实现真正的最高画质 那它的帧数就只有57了 也就是说想要完全征服2K的星空 可能得要4090的旗舰级游戏本才行 关键是它在最高画质下 画面观感也就那样嘛 游戏内部分物体建模的精细度还不错 但是像光影、水体效果都非常一般 而且随便切个场景就要黑屏剥片 这个优化水平只能说是用灾难来形容 好了 测了这么多数据 相信大家看的头都大了 这里我们把测试的所有数据汇总成了一张表格 方便大家参考 总的来说 如果想要在可以接受的画质下 以相对流畅的帧数玩这个游戏 那你至少需要i7-9750H这个级别的CPU 和2060这个级别的显卡 如果对画质要求高一点 想要开到2K 那显卡至少要到3060以上 同时我们也制作了一张常见的笔记本显卡性能图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机器大致在什么位置 其实这两天我自己也玩了十几个小时的星空 感觉这个游戏本身的素质还可以 但是有一个近些年单机大作里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秉化的太大 到最后 成品没有办法满足玩家的期待 这次的星空也是啊 星空本身是一块背景板 绝大部分的游戏内容其实与星空这个题材根本没什么关系 而且未来在老引擎上实现这么大的内容量 游戏的优化明显不过关 像DLSS、FSR这种超分辨率技术 本意是提高玩家的游戏体验 而不应该成为游戏厂商在优化上偷懒的借口 希望以后的游戏少画点饼 不打磨一下自身的质量 别再看我们这些预购玩家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妨来个查案点赞 一键三连支持一下我们 如果你想每天的货位去互动 可以关注一下笔八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交流埋本性得 帮助电脑小白 这是笔八评测室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吧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